台南北门集水溪口 最近来的两只特别的鸟 一只是西有过境鸟或西有下后鸟的黑嘴端凤头燕鸥 另一只是大米鸟白嘴端燕鸥 3月21日我到达集水溪口北岸的时间是早上10点 拍完虎行山朱鲤赶过来的 这里人不少 打听之下这两种鸟都还没出现 运气不错 眼前这些定制鱼网的竹竿呢 就是藏巢时许多凤头燕鸥亭期的地方 黑嘴端与白嘴端是混于其中 这只凤桃燕鸥咬咸的鱼似乎在求偶 这只体型小很多 疑似是过境的黑腹燕鸥 我去年曾在扇尾鱼港派过白嘴端 这只应该不是 成人的黑嘴端 但会 спасибо рус附近十分大家守在这里晒太阳 一直没有动静 也该去吃饭了 大家陆续散去 我旁边的鸟友 看来是鸟钓人员 他们说 极水溪南岸的沙滩上 有一群鸟 想过去看看 我觉得不妨一试 照着以前的记忆 来到了南岸 结果也没看到什么鸟 竹棺上 有一只凤头燕鹅 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远处有一只鱼鹰 站在竹竿上吃鱼 可是太远 热扰流又厉害 确实拍不了 他们都走了 我停留了一下 正想走 突然听到一阵 燕鸥的叫声 定睛一看 约在一百五十米外的海上 有一群凤头燕鹅 在细水 摊在水里骨翅 然后起飞 再绕回来下水 骨翅又起飞 一直循环在玩 我拍的不亦乐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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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告》還沒下水 又飛了 往右邊飛去 過不久那群鳳頭燕羅也走了 今天算是失望中有驚喜 感謝您觀賞 希望您能訂閱 謝謝下次再見 謝謝